我都會納入會議紀錄 可是你們希望你在五天以內 因為我們都有公文壓力 我會議紀錄都要在大概十四天 恭喜五天 因為我們有公文在你 一定要卡牌記給我拿到書面的 我們盡量盡量 我們也會來幾天 你能不要講些什麼話 我剛剛看得好像很激烈 好來 先說明一下您是哪一位 我叫李艾淳 我坐在拍照 我姓黎 然後我住在開明里 大學剛畢業了 然後我只是想要回應一件事情 我要回應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有一位不知道什麼幹事 他說年輕人很可憐 北投年輕人很可憐 沒有觀光沒有發展經濟陌路 要出外工作 但是我從來不這麼認為 我是北投人 但是我從高等教以後就出去 在台北念書我現在 上班一天花三個小時在交通上面 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 身為北投人很可憐 因為我們北投有美麗的 有美麗的資源 有美麗的環境 不要了 有美麗的歷史建築 有歷史的公園 我們北投是一個充滿人文環境的地方 就是我們最意義自豪的地方 就算我每天要花三個小時 出去工作我也不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的家鄉 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而現在 這些人想要用這種經濟的手段 想要從蓋籃車說 蓋籃車可以促進觀光 然後可以有發展工作機會 然後青年人不用那麼可憐出去工作 並不會嘛 我可以做觀光業啊 而且這個是兩回事吧 他們用發展觀光 要破壞 那也是溫泉旅館的事情 我自己是北投青年 到底有獲得了什麼 那除此之外 我們獲得了什麼 那我們還是照樣出貨被攻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家鄉不能被破壞掉 然後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說我們的 這個 講明上去國家公園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就 剛剛有延下人提到說 我們沒有發展觀光 我們會沒落 我們會 我們會落伍 但是其實事實上 現在世界整個潮流趨勢 都是要保護我們的生態的 而現在籃車這個東西 地質這麼脆弱 然後 上面有沒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籃車勢必會影響到這些 所以我們的價值完全就只有向前看嗎 除了錢之外 我們那些珍貴的生物動物 或者是人文歷史 難道就不是一種 往前進嗎 那我們保護他們 是不是 還是真正的讓我們歷史 能夠繼續往前走得動 謝謝